婚礼上,柳如烟再一次抛下我去找白月光 脑海中煞时响起了系统冰冷的提示音 攻略失败,宿主将被抹杀 婚礼前,我半开玩笑问她 如果沈怀之来抢婚,你会不会跟她走 柳如烟正问了几秒,寻急回我,她不会来的 她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但我知道,如果沈怀之出现,她一定会跟她走 沈怀之是柳如烟的白月光,是她多年的爱而不得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柳如烟竟然真的会在婚礼上做出这样荒唐的举动 因为沈怀之的一个电话,她掀起投杀,眼中满是歉意 对不起裴然,阿怀出车祸了,我们的婚礼改天再办吧 说吧,她就要离开 我伸手抓住她,声音里掩饰不住的颤抖 能不能等婚礼结束,不会耽误太久的 今天的婚礼是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攻略任务 失败的话我会被抹杀 我不想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柳如烟身上 柳如烟的父母也赶忙上来劝她 对啊燕燕,有什么事,咱们等婚礼结束了再说 她看向我的目光蒙上了寒意,裴然,用我父母来威胁我,你真无耻 我张了张口,想说我没有 可对上她冰冷的目光,所有的话都咽进了肚子里 燕燕,你这是什么话,阿燕对你还不够好吗 你怎么不知道满足,柳如烟父母恨铁不成钢 可她却早就下定了决心,我自知阻拦不了 只能惨淡一笑,爸妈,让她走吧 柳如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答应过要和你结婚,绝不食言 今天是我对不住你,以后我会给你补一个更加盛大的婚礼 以后嘛,可是我已经没有以后了 看着柳如烟头也不回离开的背影 我的内心满是酸涩 只要遇上沈怀之,我注定没有任何胜算 脑海中响起了系统冰冷的提示音 攻略失败,宿主将被抹杀 我死死地咬住下唇,才没有将口中的鲜血吐出来 攻略柳如烟的这些年 每次任务失败都会遭受系统的惩罚 我早已经习惯,但这次的惩罚 明显比之前要狠得多 宿主,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足够了 等处理完所有的事,我就可以安心离开 但这场婚礼,还没有结束 我看着在场宾客,强撑着笑意 我陪然再次宣布,取消和柳如烟小姐的婚事 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今天就请大家吃好喝好 所有的消费都由我买单 此话一出,满堂哗然 就连柳如烟的父母都变了脸色 阿然,奄奄一时糊涂 你可不能一起用事 爸妈,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们 我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道 她的心不在我身上 我们注定不会有结果 老两口对尸一眼,叹了口气 柳如烟父亲拍了拍我的肩 阿然,你是个好孩子,是奄奄没夫妻 其实我很感谢柳如烟的父母 我是个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疼爱 是他们让我体会到被人关心的滋味 每次我和柳如烟吵架 他们也总是站在我这边 想到这些,我有些不忍 伯父伯母,不管我和如烟如何 你们永远都是我最重要的亲人 即便不能成为家人 但他们对我的好,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我是七年前来到这个世界的 系统告诉我,只要攻略柳如烟成功 就可以在这个世界幸福地活下去 在原本的世界中,我也是个孤儿 因为先天性心脏病 出生没多久就被抛弃 18岁那年,我推开了差点被撤撞到的孕妇 代价是我的命 但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被系统选中 七年的时间,我依然没有攻略成功 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 回到家,我默默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一个行李箱,装下了我的全部家当 大门的密码锁被打开 柳如烟走进来,神情有些疲惫 但看到我拉着行李箱,她的脸色突变 裴然,你在干什么 如你所见,我要走了 这是我们的婚房,客厅的正中央 还挂着巨幅的婚纱罩 只是现在看来,的确很讽刺 柳如烟眉头紧皱 裴然,你别像个女人一样无理取闹 我说过阿怀出涉祸了 难道你觉得婚礼比人命更重要吗 她的声音甚至有些尖利 好像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一样 我只是静静地听她发泄完,才缓缓开口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不要了 柳如烟,我们分手吧 说完这句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 因为攻略任务,我对柳如烟可谓是百依百顺 可现在我只剩下一个月 没必要再为了她委屈求全 柳如烟冷笑一声 裴然,我给你一个机会,收回这句话 她仿佛笃定了我会后悔 可我只是沉默地看着她 就像是看待无关紧要的人 柳如烟终于急了 裴然,你知道我的脾气 我可以容忍你偶尔的小性子 但你不要得寸进尺 听到这句话,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柳如烟,你爱我吗?这一次,她沉默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答案了 我拉着行李箱,走到门口 身后的柳如烟忽然出声 裴然,今天你敢走出这个门 我们就彻底完了 半夜,沈怀之发了朋友圈,兜兜转转 幸好还有你,配图是他们两人的合照 照片中柳如烟和沈怀之四目相对 笑容甜蜜 只要沈怀之回来,柳如烟就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她 只是我没想到 几天前还说要给我补办婚礼的柳如烟 这么快就投入了沈怀之的怀抱 说不难过是假的,毕竟我追了她那么久 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活命才攻略她 可后来是真的爱上了她 我蜷缩在沙发上,剧烈的疼痛让我喘不过气来 系统,就不能挑个轻松点的死法吗 冰冷的机械音响起 宿主,你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谢谢你提醒我 这句话我说得咬牙切齿 只能要吃完了,我只能强忍着疼痛 等身体稍微好点,我打车去了医院 裴先生,作为医生 我建议你尽快住院治疗,你的癌细胞扩散得很快 不是靠止疼药就能解决的 之前给我做检查的医生一脸凝重 可我治不好了,不是吗 我善善地笑了,麻烦您多给我开点止疼药吧 我拿着药单准备去窗口取药 没想到正好碰见柳如烟推着沈怀之 她的右腿打着石膏 看样子是上次车祸留下的伤 两人有说有笑,我正想装作没看到 沈怀之却先一步叫住了我 裴先生,这么巧 柳如烟在看到我的那一刻,脸色也变了 她握住轮椅的双手轻轻抱起 像是在压抑什么 裴先生该不会是来找烟烟的吧 我听得出沈怀之话语中的挑衅 但我没接话 沈怀之当我默认了 她弯起嘴角,眼神巨傲 不好意思,上次车祸后我的右腿骨折了 所以烟烟最近都在陪着我 裴先生特地找过来 不会是生气了吧 我和柳小姐已经分手了 她照顾谁都和我没关系 胃里又在隐隐作痛 我正要离开 柳如烟忽然走上来抓住我的手 裴然,闹够了就回家 直到现在 她依然以为我只是在吃醋 见我默不作声 她难得耐着性子跟我解释 我和阿怀不是你想的那样 婚礼的日子我已经定了 下月初八 我答应你的绝不会食言 我没说话 侧目看了眼沈怀之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 她应该也没想到 柳如烟会当着她的面 和我聊起婚礼的事 我默默地抽出了自己的手 柳小姐 看来你的记性不太好 我们已经分手了 就算办婚礼 也是你和沈先生的婚礼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我回到自己买的房子 一个被柳如烟嫌弃的老婆小 如今却成了我唯一的落脚之处 只剩七天的时候 我的症状变得越发严重 止疼药已经不起作用 我疼得在地上打滚 口中不断勿出鲜血 真的太疼了 我问系统 能不能帮我屏蔽痛绝 系统说我的积分不够 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 我艰难地爬向沙发 看到来电显示上的名字 我正愣了一瞬 旋即滑向了接听见 裴然 你不要我了吗 电话里 柳如烟声音哽咽 像是刚哭过 柳如烟性格倔强 很少会哭 我上次见到他哭 还是三年前沈怀之出国的时候 他在大雨中失声痛哭 问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 所以沈怀之才会抛弃他 我紧紧抱着他 告诉他 我会永远陪在他身边 三年的时间 我陪着柳如烟 从积极无名的小职员 一路走到副总的位置 我们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但我知道 他从来没忘记过沈怀之 我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 心下有些不忍 你在哪 他迷迷糊糊报了个地址 我没有丝毫犹豫 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外走 快到门口的时候 我看着自己瘦的皮包骨的身体 回身将宽大的冲锋衣套在身上 我在酒吧找到柳如烟的时候 他正到在一堆酒瓶子中间 喝得烂醉如泥 我拽了拽他的胳膊 他从酒瓶中抬起头 看到是我 黑黑笑了两声 裴然 你来了 有时候我真的看不懂柳如烟 他明明不爱我 却总是表现得很依赖我 又或许在他眼中 我就是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舔狗 毕竟他现在这个样子 并不适合让沈怀之看见 我叹了一口气 我送你回家 柳如烟迷茫的眼中 闪过片刻的清明 家我已经没有家了 裴然 你不在 那个家好冷清啊 他又哭又笑 像是要将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出来 你和沈怀之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除此之外 我实在想不到 有什么事情能让他这么激动 毕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只有沈怀之 才能牵动柳如烟的情绪 听到沈怀之的名字 柳如烟意料之外的 没有表现得开心 他皱了皱眉 别跟我提他 我没再说话 伸手将他搀扶起来 柳如烟反倒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他靠在我的胸口 轻声嘀喃 裴然 你背我吧 我犹豫片刻 弯下了腰 他心安理得地趴在我的背上 夜风很凉 柳如烟轻轻地蹭了蹭我的背 口中含糊不惊地说道 裴然 你以前也这么背着我 我身形一将 没有回他 沈怀之刚出国那阵子 柳如烟颓废的厉害 整天喝得不省人事 每次 都是我将他从酒吧背出来 裴然 你是不是瘦了 他捏着我的胳膊 衣服都快穿不下了 是啊 衣服都已经套不住了 再有一周的时间 我就会死掉 也不知道我死的时候 柳如烟会不会难过 我想也许会为我掉几滴眼泪吧 就算是养条狗都会有感情 更何况我舔了他七年 裴然 你别走好不好 原本我并不打算与柳如烟再有任何瓜葛 但是当我将他抱回家时 他却死死地抱住了我的腰 我知道是我任性伤害了你 但是 但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 柳如烟会向我失落 他的脆弱和温柔从来都只对着沈怀之 你喝醉了 我掰开他的手 柳如烟却固执地抓着我不肯松开 他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背 看上去真的很难过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心软了 转过身轻轻地擦拭着他眼角的泪水 别哭了 裴然 你还是心疼我的是不是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 以前我爱及了他这双眼睛 仿佛成了满天星辰 可现在 我已经没心情去看这些 我就快要死了 柳如烟你知道吗 以前我总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死了 我一定要告诉柳如烟 我要让他后悔 让他再也没办法忘记我 可是真的到了这一天 我才发现 自己根本开不了口 我只是不想让伯父伯母担心 我掰开他的手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看着柳如烟的脸色 一点点变得惨白 我并没有感到畅快 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这里 我先走了 就在我迈出大门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开口 是不是我现在做什么 都没办法让你回头了 我没说话 不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而是怕一开口 我会当着他的面突出起来 我的沉默似乎印证了他的猜测 他冷笑一声 算了 反正阿怀已经回来了 是啊 沈怀之已经回来了 他们才是天生一对 而我注定只是柳如烟生命中的过客而已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背后炙热的目光 几乎要将我烫出一个洞来 当我走出小区 弓着腰捂着肚子 下一秒直接咳出一滩血来 喂 你没事吧 小区保安夜间巡逻 举着手电筒走过来 看到地上的一滩血 脸色立刻变了 裴先生 要不要我帮你叫救护车 我在小区住了这么久 他是认识我的 不过眼下这种情况 我并不想声张 我摆摆手 不用了 只是小毛病 都吐血了 还小毛病呢 他似乎也觉察出这话说的不对 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我打断 这件事情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可以吗 可是 他还想说些什么 但对上我祈求的目光 只能硬着头皮点点头 我公身向他道谢 他连忙扶着我起来 我看着地上那滩血 从口袋里拿出手指就想擦干净 保安立马抓住我的胳膊 裴先生 这里我会处理 要不 我先送你回去 他说的回去 是我和柳如烟的家 我摇摇头 向保安道别 颤颤巍巍地走出了小区的大门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鲜少有清醒的时候 难受的时候 我会拿出手机 看看柳如烟向我求婚的视频 当初有多甜蜜 现在就有多么痛苦 我一遍遍看着 才能让自己清醒一点 不至于浑浑噩噩 微信突然跳出一条消息 点开后才发现 竟然是沈怀之 见个面吧 再次见到沈怀之 他早就已经不坐轮椅 西装革履的模样 像极了斯文败类 他看了我一眼 眉头轻皱 你怎么把自己 搞成了这副德行 为了让烟烟心软吗 这招你已经用过了 很有用不是吗 有用到柳如烟 不顾及父母和我的脸面 直接将我丢在婚礼上 照顾这位受重伤的旧情人 我反唇相机 如愿看到沈怀之阴沉的脸色 因为柳如烟喜欢他 我对他也总是客气疏离的 可是像现在这样 不给他留任何情面 培然 你没必要对我有这么强的敌意 沈怀之故意装出 一副为难的模样 我是不想看到烟烟为了和我怄气 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 后悔终生 他的话冠冕堂皇 可我只觉得讽刺 当年你一句话不说丢下他出国 差点毁了他 你怎么还有脸跟我说这种话 沈怀之的脸色变了又变 当年我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 能抛下自己的爱人 沈怀之 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沈怀之也知道说不过我 他转而易转画风 那又如何 烟烟喜欢的人始终是我 就算你在怎么努力 也不过就是个卑微的甜狗而已 见我不语 沈怀之洋洋得意 我今天来 就是想劝你识相点 别再纠缠烟烟 他和你根本不是一路人 我依然没说话 直到他看清了来人 脸色一寸寸变得灰败 烟烟 沈怀之恐怕不会想到 我竟然会叫来柳如烟 我是个牙子必报的人 他毁了我的婚礼 我当然要报复回来 柳如烟站在我的身边 神色冷然 烟烟 我没 沈怀之一向巧言令色 没想到此刻 竟然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口 谁准你私下约他见面的 柳如烟向他发难 沈怀之脸上闪过一丝荒漫 就在他正找借口准备解释时 柳如烟一反常态地将矛头对准了我 裴然 你以为用这种手段就能离间我和阿怀吗 文言 沈怀之立刻志得意满 他恢复了从容的姿态 拉着柳如烟坐到自己的身边 烟烟 我只是想感谢裴先生 毕竟这些年多亏了他的照顾 弥补了我不在的空缺 说着 他不忘朝我抬了抬下巴 我苦涩地笑了笑 早该知道的不是吗 无论沈怀之怎么伤害他 柳如烟都会原谅 我像个小丑 自顾自地想要拆穿沈怀之的伪装 却没想到 这不过是情侣间的小把戏 我捂住嘴拼命压抑着咳血的冲动 却听到沈怀之的讽刺 裴先生 一个大男人真没必要故意装柔弱 我抬起头 看到他们食指紧扣 柳如烟眉头紧簇 眼中带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死死地握紧双手 故作轻松地扬起了笑容 被你发现了 看来我的演技还是不如沈先生 沈怀之的表情有些扭曲 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冷静 裴先生 我知道你和烟烟选了我 但我对你真的没恶意 感情的事没办法用理智判断 不是吗 他话说得漂亮 可我知道他是有私心的 可我看着他身旁一言不发的柳如烟 忽然觉得其实也没所谓的 毕竟柳如烟爱的从来都是他 你说的对 感情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呸然 柳如烟无端发了火 就连一旁的沈怀之都有些意外 我笑了笑 兴许他是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 抱歉 我该回去了 生病的最后时刻 我其实并不想将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 我站起身就要离开 柳如烟去猛地抓住我的胳膊 他神色复杂 你怎么变得这么瘦 最近在减肥 看来效果挺显著的 我不着痕迹地抽回手 语气轻松地开口 但此刻胃里如同刀脚 我实在没心情继续应付他们 只想尽快离开 你真的希望我和他在一起吗 这个他是谁 不言而喻 我笑着开口 你和沈先生郎才女貌 好不容易才重逢 当然要在一起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竟然在柳如烟的脸上看到了愤怒 他有什么不高兴的 这不就是他希望的吗 最后三天 我仿佛在接受着一场凌迟 身体的每一处都在疯狂叫嚣着 五脏六腑像是被撕碎了一半 我好疼啊 柳如烟 我想起我们在一起的契机 是因为和客户的聚餐中 我为他挡了很多酒 喝到后来 我胃病发作倒在地上 直接被送到了医院 等我醒来 就看到柳如烟红着眼手在床前 裴然 你是傻子吗 明知道胃不好还要替我挡酒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 看着他掉眼泪 我心疼死了 着急的想替他擦眼泪 结果不小心碰到了掉针 血液回流 吓得柳如烟赶紧按了床头的呼叫铃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 护士严肃地看着我俩说 小情侣在病房里要注意分寸 柳如烟的脸立刻就红了 我张了张纯想解释 却听到柳如烟系露文音的声音 抱歉 我们会注意的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 好像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其实那时候 他也是迫于压力才勉强答应的吧 只有我当了针 满心欢喜终于和他在一起了 我鼓起勇气拨通了他的电话 人生的最后阶段 我不想留下任何遗憾 我想对他说一句 我爱他 即便知道得不到任何回应 可我还是想告诉他 接通电话的瞬间 我强忍疼痛正要开口 却听到电话那头熟悉的清冷嗓音 培然 你能不能不要阴魂不散 不是说好祝福我们 为什么要偷偷联系烟烟 沈怀之的声音 让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但很快我就冷静下来 如烟呢 你让他接电话 阿怀 我忘拿衣服了 你帮我拿一下 知道了 马上来 原来 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只有我还傻傻地站在原地 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活得像的笑话 心好疼啊 比身体疼上一万倍 沈怀之并没有急着挂断电话 他轻笑着开口 培然 你还想继续听吗 我直接挂断电话 蜷缩在地上 无声地落泪 我不是个爱哭的人 可现在却怎么也没办法直住眼泪 柳如烟 我们真的到此为止了 快要死的时候 我收到了好兄弟林静轩的结婚请柬 他看到我的时候吓了一跳 培然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我笑了笑 胃癌晚期 没几天活头了 他一脸不可置信 怎么会 好端端的怎么会得这种病 林静轩犹豫了一会儿 又开口问道 柳如烟知道吗 还没等我回话 他又继续骂道 那种薄情寡义的女人 知道了恐怕会跑得更快 你对他再好又怎样 前男友一回来 他把你丢在婚礼上任人嘲笑 我知道他是在替我打抱不平 但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怨不得旁人 见我沉默不语 林静轩有些愧疚地看着我 对不起啊兄弟 我就是替你委屈 你说你长得帅 条件也不差 怎么偏偏遇上了女版陈世美 都过去了 我笑了笑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 没必要再纠结这些事 林静轩伸手想拍拍我的肩 可看到我单薄的身子 又善善地收了回去 培然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宿主 今天是最后一天 再次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我正坐在海边吹着海风 终于 等到了这一天啊 从一开始的胆战心惊 到现在我已经能够平静地 面对死亡倒计时 手机传来了震动 是柳如烟给我发来的消息 培然 我准备和阿怀结婚了 他发来几张照片 白色的婚纱 趁着他身姿曼妙 肤白胜血 没有我 他终于可以嫁给心爱的男人 恭喜你啊 得偿所愿 聊天框显示着对方正在输入中 但最终他什么都没说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闲闲的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 我将手机放在石胶上 而后纵身一跃 永不再见了 柳如烟 我死了 但又没完全死 灵魂漂浮在半空中 我问系统 为什么我还有意识 系统告诉我 因为攻略目标 对我的执念还会消散 必须要等他彻底放手 我才能离开 我有些不耐烦的撇撇嘴 都已经死了 还这么麻烦 不过我实在不明白 柳如烟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明明他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 下一秒 我的灵魂不受控的 被拉回了柳如烟的身边 他穿着洁白的婚纱 不远处穿着白色燕尾服的 沈淮之身情款款的凝望着他 柳如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不住的回头 像是在期待什么 不会是等着我来抢婚吧 这样的念头才出现 就被我立刻否定了 毕竟他心爱的男人 就在自己的眼前 他又怎么会在意我这个舔狗 台下的宾客 很多都看着眼神 应该都是沈淮之那边的亲戚朋友 柳如烟的父母也在其中 表情看上去很难看 不管他们心里再怎么不情愿 可柳如烟都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他的婚礼 两位老人肯定是要参加的 看着柳如烟一步步走向沈淮之 他们的脸色更沉 沈淮之牵起柳如烟的手 柳声道 烟烟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比起沈淮之的兴奋 柳如烟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他频频看向门口 就连沈淮之都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 众目睽睽之下 他也不好发作 只能小声提醒 烟烟 今天是我们的婚礼 他用眼神示意思宜 男思宜立刻会议 连忙说起了结婚誓词 新郎 你愿意娶你身边这位美丽的新娘吗 沈淮之毫不犹豫 我愿意 新娘 你愿意嫁给身边这位帅气的新郎吗 柳如烟念入着唇角 那三个字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沈淮之脸色都变了 他紧紧地抓住柳如烟的手 烟烟 快回答 就在此时 大门碰的一声被踹开 柳如烟几乎下意识地看向门口 他像是早就撂到了这一出 眼底都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我也很好奇 究竟是谁会在这个时候闯进来 林静轩 他怎么来了 手里好像还捧着骨灰盒 柳如烟皱着眉 裴然让你来的 不是 我就是单纯看你们不顺眼 想给他出出气 柳如烟抿了抿唇 却并没有和他争辩 你告诉裴然 只要他出现 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林静轩冷笑一声 他已经来了 柳如烟环顾四周 焦急地寻找我的身影 裴然 你别闹了 我认输还不行吗 我故意举行婚礼 就是想气气你 你出来 我们重新开始 沈淮之死死地盯着柳如烟 烟烟 你是骗他的 对不对 你可以在我和裴然的婚礼上 用车祸这种借口 骗我逃婚 我现在只不过是以齐人之道 还治齐人之身罢了 柳如烟看向他的目光冷烈陌生 完全没了从前的爱意 不 不可能 沈淮之骨子里是个很骄傲的人 他又怎么能接受柳如烟 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他 看着他们狗咬狗 我却半点波动都没有 你说裴然来了 他人哪 柳如烟从台上跳下来 站在林静轩的面前 林静轩面目表情 他就在你的眼前 柳如烟看着他手中 方方正正的骨灰盒 脸色一白 不可能 他在骗我对不对 他生我的气 所以故意用这种手段 来气我的对不对 林静轩冷笑一声 你凭什么认为 他还会为你费这些心思 如果早知道你是这种人 当初我说什么 都会劝他离你原点 可至于年纪轻轻就走了 不可能的 你在骗我 你一定在骗我 林静轩并没有理会 继续说道 你知道他快死的时候 变成什么样了吗 一米八的小伙 瘦得只剩皮包骨 好像碰一下就会碎掉 柳如烟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茫然的看着自己的手 那天 他问我是不是瘦了 我早该发现的 他低声嘀喃 眼泪砸在了手背上 我早就应该发现的 可是我什么都没问 柳如烟 培然最大的悲剧 不是得了癌症 而是遇见了你 林静轩气愤不已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他跳海自杀了 当时你做了什么 你向他炫耀 和沈怀之结婚的消息 柳如烟 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不爱他就算了 为什么要这么羞辱他 我记起来了 林静轩当时问我 能不能为我做些什么 我当时请求他 希望他能帮我处理身后事 我知道这样的请求 真的很不合时宜 可是我没有别的朋友 那天跳海之前 我给林静轩发了一条短信 我把所有的资产都留给了他 算是他帮我的报答 我很感谢他的帮忙 只是我没想到 他会带着我的骨灰 出现在柳如烟和沈怀之的婚礼现场 我只是想让他吃醋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柳如烟难难自语 迎来的却是林静轩的致命遗迹 柳如烟 是你害死了他 林静轩一字一句 彻底击溃了柳如烟 是我 害死了裴然 柳如烟痛哭失声 他哭得那么难过 一如那天 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 痛吗 柳如烟 我那时比你痛上百倍 今天我来 就是想看看你这个杀人凶手 是怎么填补知识的举行婚礼的 林静轩是个很温和的人 从没有与人红过脸 可今天 他几乎是将柳如烟的脸面 按在地上摩擦 不少好事者 已经拿出了手机拍摄记录 沈怀之觉得丢脸 丢下柳如烟 一个人跑了 就像当年一样 林静轩大闹婚礼现场的视频 被人发到了网上 柳如烟和沈怀之的名字 出现在热搜上 无数网友对他们口诛笔伐 有人骂柳如烟三心二意 也有人说男小三更可恶 沈怀之在国外的那点破事 都被扒了出来 为了上位 他故意勾引富豪的老婆 被发现后 在国外混不下去 才回到国内 后来知道柳如烟 现在已经升任集团副总 便想着分一杯羹 只是这回 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为柳如烟造成了负面影响 公司直接辞退了他 沈怀之知道后 立马订了出国的机票 灰溜溜地逃去了国外 就挺恶心的 真的 我仍然被困在柳如烟的身边 看着他将自己 关在我们的婚房里 喝得烂醉如泥 裴然 你回来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我回到 不好 他听不见我说话 抱着自己的双腿乌叶出声 裴然 我真的爱上你了 我活着的时候 他对我旗帜如碧驴 我死了 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心意 时来的深情比草剑 如果是以前 我听到这句表白 估计会兴奋地睡不着觉 可现在 我就这么冷漠地看着他 顺便问系统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总不能要跟着他一辈子吧 系统说要等柳如烟放下执念 我不知道那要等多久 但柳如烟的父母 很明显已经坐不住了 他们找人弄开了锁 看着自己的女儿变成这样 老两口也是心疼极了 人都死了 你现在这样有什么用 奄奄 阿然肯定也不希望 看到你现在这样 啊对对对 我只希望他能早点忘掉我 这样我就能彻底解脱了 爸妈 我后悔了 柳如烟痛哭流涕 我那时候怎么会为了 审怀之逃婚呢 明明我早就爱上了裴然 为什么呢 或许是因为得不到 才显得更加珍贵吧 柳如烟认定我离不开他 所以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我的爱也在他一次次的伤害中被消磨 到最后什么都没剩下 所以柳如烟 你现在到底是眼给谁看呢 柳如烟突然转了性子 他不再喝酒 将自己好好打扮一番后就出了门 或许他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只是当我看到林静轩 忍不住有些疑惑 林静轩也是一样的想法 他冷眼看着柳如烟 你找我干嘛 你能把裴然的骨灰给我吗 我想带他回家 大可不必 林静轩也是一口回绝 别说是骨灰 就连他葬在哪儿 我都不会告诉你 林静轩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我现在不想和柳如烟 扯上任何关系 活着的时候被他折磨 我不想死后还不得安宁 可柳如烟却像是魔症了一样 整天缠着林静轩 他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完全不顾及别人的眼神 我求求你了 你把裴然的骨灰还给我吧 他跪在地上 林静轩脸都绿了 最终被他烦得不行 答应要将我的骨灰给他 我并不怪林静轩 柳如烟骨子里就是个偏执的人 一旦认定了什么事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林静轩就快结婚了 还是别被柳如烟缠上 可林静轩的眼神有点古怪 我忍不住好奇跟了上去 结果看到他拿着奶粉 倒进了骨灰盒里 兄弟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那个女人打扰你 你的骨灰被我洒进大海了 他这辈子都找不到你 我 666 万万没想到 我这个老实巴交的兄弟 居然还有这样的心机 诺 给你 以后别再来掺着我了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抱着骨灰盒 连连说了好几声谢谢 林静轩对此嗤之以鼻 人都死了 你装申请给谁看 柳如烟脸色一白 却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他抱着骨灰盒回到了我们的婚房 对着那张等身高的婚纱照 喃喃道 裴然 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了 我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柳如烟拿出水果刀 在手腕上用力地滑开 鲜血瞬间涌了出来 他仿佛不知道痛一般 另一只手用力地抱着骨灰盒 裴然 我很快就来陪你了 柳如烟是个疯子 我早该知道的 可是我并不想让他死 他应该好好活着 不只是为了他自己 更是为了他的父母 可是我现在是灵魂状态 根本没办法做任何事 看着他的意识一点点地涣散 我急得喊出他的名字 柳如烟 你不许死 柳如烟末地睁开眼 一双黑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裴然 你来接我了是吗 冰死之际 柳如烟好像看到了我 我冷眼看他 柳如烟 你以为我会感动吗 我只会觉得恶心 我活着的时候 你不肯多看我一眼 现在死了 你装出这幅样子给谁看 他红着眼 一遍遍说着对不起 你已经对不起我了 难道你还要对不起你的父母吗 他们身体不好 你还想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柳如烟拨通了120 被救护车带走的时候 他问我 以后还能见到你吗 如果可以 我希望永远不要和你再见 我的回答彻底堵死了他所有的退路 他绝望地闭上眼睛 颤抖着说了个好字 就在救护车离开时 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在消散 耳边是系统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 攻略目标好感度100 即将送宿主回到现实世界 一到强光之后 我睁开了眼 床边是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还有个年轻的男人 见我苏醒 他们一脸激动地看着我 你终于醒了 在他们的叙述中 我才记起来 这就是当初我救下的孕妇 我问系统 不是说被我杀了吗 为什么我还能回来 系统告诉我 我超过完成了攻略任务 不仅被送回原来的世界 就连身体也都变好了 我很感激有这样的结果 但我的确很好奇 柳如烟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我死了 她对我的好感度达到了100 系统说 我经的是虐文小世界 只有在失去心爱之人的时候 她的爱意才会达到巅峰值 虽然觉得荒谬 但至少结果不错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出院后 和孕妇一家的联系不断 他们完全将我当做了亲人 有什么好东西 第一个就想到了我 我也终于体会到 有亲人的幸福感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在暑假期间 终于攒够了学费 新生入校的第一天 我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她也觉察到我的目光 静止走向了我 你好 我叫柳如烟 我无视了她伸出来的手 单单道 不好意思 麻烦让让 这一次 我再也不会为她停留 晚安